automagic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明 那我现在人身处在一间workshop的外面啊 来做什么叻 其实是来找一个朋友了 他把车子送来这里保养 那我作为朋友啊 人不到30岁 年少有为哦 已经开一台宝马了 所以今天我决定来找他 问问他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入手一辆二手的宝马 保养会不会难养 会不会贵养呢 走吧 这位就是我年少有为的朋友了 他的名字叫Andrew 所以Andrew 跟镜头说嗨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Andrew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开的是什么宝马 我这辆是F30 328 那你在这之前你开的是什么车 这之前其实我还有问问这那辆车啦 就是Civic 的FC 1.5 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认识 因为我想知道的就是其实 你身为一个日系去换去欧系的车主啊 你觉得这辆车目前来讲 在保养方面呢 它的费用那些有没有差别 费用它差别会大概在一个 会贵一个一点点 你讲没有分别是骗你的啦 它的分别会是因为它的 引擎油它会比较 用薄一点 因为它怎样都是一两个 quantity 所以它大概会 需要多一个50%的引擎油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FC是用 就大致上日本车都是用一个 4个L这样子 所以这辆车是需要用一个 5.5个L这样子 稍微比较多啦 对啦 对对对 所以其他那好像零件那些 SPEP那方面的 SPEP Bug wise Ware and Tear那些是一样的啦 好像牙油啊 Actually BM的牙油 for这辆车叻 它是 LIFE TIME的 可是我买回来的时候 我就有 在 Service一次啦 因为不知道上一手怎样加 这些 所以我就有Service过一次 牙油 然后 普通Ware and Tear的东西咯 那这样好像牙油大概多少钱 牙油 牙油一个Liter 也就几十块啦 所以就是 六七十块七八十块这样子啦 然后 它的Filter就是 两百多块这样子啦 嗯 所以它会需要到一个 5至6到Liter的这个牙油 所以大概也在 700多块这样子 七八百块 嗯嗯 那好像还有 你这辆车有换 SPEP有换过什么东西吗 在Ware and Tear的零件方面 Ware and Tear的零件 Sofar air filter那些 因为我是换了去那种 Performance的 Air filter啦 嗯 然后 Sofar Ware and Tear 暂时还没有 还没有换过什么 可是 有听说过 就有做过Survey啦 好像那种 比如说比较 Common的问题是 比如说那种 Steering Rack啊 Rover Arm那些 嗯 暂时来讲 我这辆车 因为如果Compare Vance 跟Odi 它会相较 BM来比较便宜啦 因为它 出了也有一段时间 所以在零件方面 其实算是比较 Friendly 一点 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 OK OK So far 其实你开这两个 开到下来啦 有没有讲 给你很多的问题啊 之类的 嗯 So far 还好啦 它都是那种 Normal Service 那种Major Minor Service 这样子啦 可是就 上一次Service 它是有看到 我的Friendly 有开始 好像有一点 Condition 不声没了啦 所以我那时候 是有还过这个Friendly 嗯 这个也随时 也是正常的Ware and Care啦 正常啊 那种什么Low油 Low水 然后 坏路边 之类的 有吗 有遇过吗 暂时Task Road 是还没有 撕过啦 还没撕过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两次 也没有什么烦恼 So far 还OK So far 没问题 所以Android 你今天是来做Normal Service啦 对 我今天是来换KU 那其实好像你的话 你是多久换一次KU 是我的话 BM是15000换一次啦 可是 因为我考虑到 Turbo那些会比较热啊 还是 短一点 Turbo短一点的话KU会比较好 就是比较提早换的话 对对对 这个引擎还有Turbo 其实是比较 对它比较好 对啦 大概会在一个8000到1万我就会换了 OK So其实这个黑油在对你这些温轮引擎来讲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们高温度之下它很容易变质 所以其实这些温轮引擎对这个黑油是非常的讲究 它的这个品质啊性能这一些东西 对对 因为据我所知这些黑油啦 它们是有一个 Certain standard的啦 Maybe for 宝马油宝马 standard 嗯 For Bensy 有Bensy standard这样子 这一些欧系品牌啊 我记得就是它们都是有一个性能资料 就是你一定要 Kid out 这个东西 它们才会给你这个Certification 就是Certified你的产品是适合我们的这个样子 对 So 选黑油方面我觉得选这一种就是已经是Certified了的 最安全的啦 对对 So Andrew 你今天是换什么黑油 我今天来这边换的是Hi-Ref 9140 它是5W40的浓度 其实很多人听到Hi-Ref就是讲 它是很活跃在这个Motor的size当中的 但其实Hi-Ref它也是在这个size里面也是相当活跃的 所以对于黑油方面它们其实是相当有经验的 而且呢它们还有自己的这个I&D的研发部门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黑油的开发上它们是有自己的实力的啦 所以会选 而且有这个Hi-Ref 9140它厉害的地方是 除了有这个Volkswagen啊 BMW啊 Mercedes Certified的话 它还是Porsche Certified 就是讲保时捷也可以用这个黑油 哦 是啊 所以这个黑油是蛮好的 这样我是觉得它会比原厂的黑油好一点啦 So 然后它的价钱也蛮清明的 So 用了几次过后也没有什么问题表现不错 嗯 然后我就继续用下去了 而且你这次选的是这个9140对不对 嗯 我记得这个Motor它是专门为Turbo引擎开发的啦 所以它能够在 就是高运转然后高的这个韧子下呢 还能够提供适当的润滑和保护 加上它在扣散的时候其实它都已经是很稳定了 就是你刚上车的时候啊 它都已经是能够提供适当的润滑和保护了 最重要的是我记得这个9140 所以它还能够清洁着你的引擎内部啊 就是能够减少这个积碳啦 So 其实我觉得你选这个9140对你这一台车是很好 So Andru 你买了最难的电机有什么感想吗 有没有后悔 呃 暂时还没有后悔啦 So At the same time 我也是有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装这样子啦 比如说我升级了这个BOOMON3的这个 刷了它的程序咯 然后我有换了一些小改装 就比如说它的Sport Rim咯 我换了REXA的Sport Rim 然后还有做了这些排气管的升级这样子啦 底盘so far 因为毕竟车也是蛮久了啦 所以它会开始 那个absorber会开始有一点软 所以我也是在想着 要upgrade它的这个避震器这样子啦 嗯 那我看起来我是觉得你对这两个是蛮满意的咯 嗯不错不错 算是还可以 会建议大家入手这一段车吗 嗯 看个人喜好啦 So如果你是蛮喜欢动力的 OK 呃 就 可以 是一辆可以选择的车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家庭式的 需要大一点的 可能就可以买一些家庭车这样子 嗯 那这个算是运动型的这种 呃 房车 房车 运动型的房车 而且保养方面其实也没有给你太多的问题 没有烦恼 算是一辆蛮容易养的车子啦 对 对不对 看来都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要首先要先感谢Andrew 谢谢 赏脸上我们的节目 其实他很紧张 因为他有点camerate 如果大家对这个F30有什么问题 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在下方发问 我们会精密解答啦 又或者是你是这个 宝马的车主的话 你想分享你本身的这个 用户感啊 用户经验啊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我是小米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多不同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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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